提到个人私领域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不用保留空间 希望外界保留空间 一谈到感情状况 高宏安始终轻描淡写 但媒体人在节目上爆料 他的行政助理 其实就是男友 负责操盘选战 这个男生操盘他所有的大小事 上到经费 下到选战策略 什么都回籍 操盘操成这个样子 那么多谎话 原来男女双方 过去都在鸿海任职 理性助理 交大统计学研究所毕业 具有资讯工程师的背景 从高宏安担任 民众党部分区立委开始 就当他的公费助理 时间大约一年一个月 大家还是怀疑说 你到底有没有公费 诈领公费这件事情吗 那就我来解说 现在检调已经在查了 到底有没有诈领公费 民众党内部已经有人 向调查局检举 主要厘清理性男子 除了每个月 立委公费助理费之外 疑似在民间的基金会 也有收入 每个月金流数十万 这份收入是不是经常信薪资 有没有违反兼职规定 高宏安遭到对手爆料 找男友当公费助理 对此调查局北极站 则是表示 目前有收到告发案 将会依法公正处理 我觉得公众人物 对任何事情都要 让市民有知的潜力 那我们对他的质疑 希望他用正面的方向 来向大众来说明 应该都要讲清楚 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市长以后 领导风格跟用人 以及是否遵守法规的 这些问题 正义产生被对手频频爆料 高宏安只发出声明表示 绝对没有诈领助理费 利着选战越境 候选人的任何大小事 都会被放大检视 近新闻赵一节问林艳 张介文采访报导 都会要往 Fitz name i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